要服 喂喂喂 我們本來有主持稿有 但是我們打算不講 謝謝謝謝 謝謝你們 我想靜靜啊 真的是謝謝大眼博士 那我們就歡迎 那我們就在後面幫您看 沒關係 好 大家好 我是大眼 就是我 我因為 說來話長 因為我2018年那時候被騷擾 壓力是真的很大 然後我那一年 就是一直去看病以後 我2019年拿到重大傷病卡 然後那其實那時候我有住院 然後也是同樣被抽籍 隨便同樣的狀況去住院 然後那時候住比較久 那時候住了快兩個禮拜 就是整個過年 農曆年我就躺在那裡 所以像有人 如果我說中小平騷擾你 你好像都沒事 我現在才講 也不是我現在才講 我一直都在講 只是最近被 我們的市議員詹江春爆料 才被大家發現 然後結果可能我的壓力太大 我太生氣了 然後我的重大傷病 就復發 所以我 一直從想演演 這件事情到現在呢 就是我其實沒吃什麼東西 然後我又一直吐 然後頭痛很難過 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整個很痛苦 然後我就再進一次醫院 然後他們醫生就發現 我的抽籍隨意 發現我的腦壓 快到一般人的三倍 就很可怕 醫生說哇塞 你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腦壓那麼高 一開始以為是腦膜炎還是什麼 後來 昨天檢查完都沒有 什麼鹽什麼細菌都沒有 他就是 小姐拜託你不要再發脾氣 然後請你放鬆 因為你有那個重症肌無力 然後你的身體不能再受那麼大的壓力 然後也不可以這麼生氣 就是前幾天不是那個鍾小平抹黑我們家柯文哲嗎 然後說什麼他有閒屍對話 我當天看了 我當天想那個 腦壓就爆 給我了 對不起 小心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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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 你到底有什麼臉 去爆料別人講話很閒屍 再閒屍閒屍得過你嗎 而且那時候我的那個被他騷擾到那個 一般女生 我都氣大概發抖 不給身體 好 就是一般女生看到她那些對話 其實應該都是不知所說會很生氣的 然後我當下 因為我的 可能我的那個 心理比較強壯 然後我就呵呵 然後我就想說好不要再這樣 而且當下也不只她一個人騷擾我 也有其他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我到底招誰惹誰 我是踢破誰家的骨灰壇 對不對 我怎麼瞬間拍山倒海而來 然後那時候住院 其實我都沒有講 因為那時候我只是個普通的助理教授 北科大的助理教授 所以我想說算了 我就安安靜地住完我的院就算 結果這一次又這樣 我就覺得天啊 我其實我是相信邪不勝正 可是我昨天躺在病床上那麼久 我等不到病床 我後來就直接自己出院回家 然後我就想說 邪不勝正這句話真的是對的嗎 因為這個人他做錯事 他欺負一個老百姓 我那都是老百姓嘛 然後他現在又繼續持續的 用同樣的方式對柯文哲去說謊 去講一大堆抹謊他的事情 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為人 只要你們有相處過都知道 他就是一個老實的阿伯 連我牽著他手跳舞的時候 他的手心就是汗 然後他就是想把手抽回來 我就把他抽回來 就是我就不讓柯文哲能放好 柯文哲文哲就跟我騎在台上是在拉扯 然後結果他是拉不過我 所以我就把手緊緊抓著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正直老實的人 而且他見到我的第一眼 他看到我他就說 如果你要走美女刺客路線的話 你要再減肥一點 你現在太胖了 他直接跟我講這句話 然後我說喔好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吃我的排骨嗎 讓我少吃點 他說他就直接拿筷子把排骨插走 我就說對沒錯 就是減肥最好的方式就是少吃多運動 然後他就把我整塊排骨啃掉 就他就是一個那麼正直的直男 然後我就想說中小平好意思 這樣子講他 而且他就是放了風聲上了新聞 然後在媒體上面刷了一波以後 是不是到了禮拜的當天 他說其實我不知道實際的內容 我不曉得我們中華民國現在可以讓媒體辦案 媒體治國成這個樣子 就像金華城 當初柯文哲被抓進去的原因 是因為金華城容積超過560 我當下看完我差點沒吐血 好不要生氣 大家要知道在2017年的時候 柯文哲柯市府曾經跟監察院做過對抗 他說不行不能回到560要392 然後是監察院再次要請他們 要請市府去說明說為什麼不行 然後後來就駁回柯市府的392 維持392的要求 就要求明要不變回560 後來柯市府因為已經被駁回了 然後他就想說好吧 那只好依法行政把它變成560 柯文哲當初2017年一定沒有想到 7年後他會因此因為這個行為而入獄 我不曉得 因為我自己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依法行政需要被擠壓到監獄裡面 然後在那邊被削什麼土城找科 那我覺得真的那全國的首長是不是都應該比照辦理 莫名其妙那像誰還要當公務員 而且當初柯文哲為了不圖利金華城 他把原本保障金華城729%的容積率拿掉了 這樣子叫土利金華城嗎 因為金華城本來他是受保障原本容積 是大概我換算起來是729% 代表他不用去買容積 他可以直接蓋到729% 可是柯文哲政府覺得好 那你既然你回到560%的容積率 我就把你那個729%的保障容積 cancel 掉 這樣子叫做土利金華城嗎 他砍了他729%的容積 把他砍到560%然後還給他 這樣叫土利嗎 我相信這樣 因為很少人去翻當時的那些 來來往往的那些韓文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在大喊土利柯文哲 那因為我的力量也很小 而且我又就是不能太生氣 不然就會去住院 所以我相信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然後那天扣押金華城土地的時候 不是很多綠營的在緩扶嗎 說耶 柯文哲有罪 好時間到了嗎 柯文哲有罪 他就大喊柯文哲有罪 當下我10月4號就PO了一個文說 好喔 接下來要停工了嗎 是誰敢承擔這個停工的責任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很多媒體辦案 然後都是在嘴求 為什麼他們會知道金華城被扣押 然後為什麼可以嘴求到什麼 啊 金華城實定了什麼 當下因為我身為一個發過建造 我是管理建造的人 我知道他當下如果有人敢停工 之後如果金華城去進行行政訴訟 行政救濟的話 發現這個容積給的程序 經過那個都委會給的程序是對的 沒有問題的話 停他工的那個人要賠到死 要賠幾百億耶 然後當下我就有直接在我的FB上寫說 好喔 那現在是要停工嗎 那誰要負責 果然是不是這兩天 今天嘛是不是 就是那個法院直接回我們蔣萬安市府說 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停工 所以沒有人敢停工嘛對不對 沒有 大家都是嘴求 好 我要扣押你 我要怎樣 我要停工 沒有一個人敢真的停工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的容積的行政程序 那是合法的 如果你今天就因為冒然 因為你一口氣 你要打柯文哲 你把他停工的話 就看之後誰要賠一屁股 時間有限啦 就是謝謝大家今天給我這個機會 講了一點比較專業的東西 其實大家網路上可以用這樣去回綠營 因為柯文哲是依行政程序去做事情的 所以不應該因為行政程序的結果 去把他關到土層裡面去 大家不要再講進化成容積怎麼樣了 因為那個程序下來就是這個結果 那不關柯文哲的事 回復560也不是他的原因 所以就是請大家就用這點去 去回復那些潑髒水 不過潑髒水的人 他也沒有帶腦子來潑你 所以他潑完就走了 大家就不要跟我一樣 被那種無賴氣到 對 氣到祝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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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他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